狮子座同学2019年过得如何呢 我相信很多狮子座同学 应该会觉得2019年挑战真的是很大 也会让你觉得比较劳累辛苦 然后甚至有一些挫折感 没有错 因为土星冥王星还有天王星 在你的职场方面施展了很强大的力量 它会让你去思考在职场上的一个 更长远规划该如何去做 虽然它好像远在天边 是一个很长期的计划 可是它又近在眼前 因为陆陆续续有些老方法 土法炼钢已经不管用了 那你就会陷入一种 怎么样追求更好的焦虑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 木星所带来的机会跟幸运到了哪里 在2020年木星跟土明相合 来到了我们的职场工位 所以咯 很多狮子座同学 如果你想要突破你的职场 那么你要仰仗的就是你的员工 下属或者是工作上的同事 你不能够再一意孤行 或者是任由自己 一个人孤军奋战 有时候团队的力量 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 或者是接受别人的帮助 或者是更用功 然后更努力来应付外在的局势 亲力亲为 不再假守他人 这个都是你突围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在职场上 你一定有强项 你的强项是什么呢 它应该要被好好的发挥 但是我们又有一颗天王星 这个天王星已经第三年来到了我们的形象工位了 这个形象工位 事业工位的天王星就会带来巨大的转变 首先很可能 你还是很受上层长官的青睐 但是这个上层长官呢 又跟以前长得不一样 它很可能是来自于另外一个领域 另外一个行业 那这个机会 他派来的直升机你搭还是不搭呢 那当然如果转型成功 他很可能就会让人眼前一亮 但是如果转型很诡异 也会让人跌破眼镜 或者是名声地位大起大落 这都有可能是狮子座所遇到的一个难题 那如果你是大起的 我恭喜你了 请你好好循着这条路径 再继续往前走 在职场方面 我相信2020年你能维持你的声势 但如果你是大落的那一类型 那你就要非常的有警觉性 或者是就循着这个天王星给你的任务 开发出另类的形象 另类的事业 或另辟蹊径 我觉得也是狮子座应该要尝试看看的 某种程度呢 我觉得这一个2020上半年 它会创造出一个不平凡的狮子座的人生 所以我们不要害怕跟过去的舒适圈不同的这件事哦 有时候它反而会给了你一个新身份 新角色 创造另类的奇迹 接下来就是4到6月了 4到6月呢 火星土星还有金星都来到了我们人际关系的公位 透过1到3月的努力 我们建构了一个很不错的事业模型之后呢 再来就是4到6月我们开放跟人的接触咯 这个人的部分呢 当然有小人有贵人 通通都在这个时候迸发哦 如果好好的经营的话呢 当然是贵人比较多咯 首先火星跟土星它会在我们的七宫 七宫呢 就意味着我们要跟人有近距离的接触 比如说你开门做生意的话 是不是就要有客户的问题呢 或者是你要跟人家产生关系 就会有互相配合的问题哦 心高气傲如你 却偏偏在这个时候遇到火星土星气功 意味着也许对方是一个严苛的人 规矩很多的人 或者是说风就是雨的人 那你要怎么因应他呢 你是不是会觉得自己有一点被攻击 或者是被不尽 可是这就是他对你的最大挑战哦 就是要告诉你 你想要得到好的人际关系 就要有好的应对能力跟应对方案 所以我相信经过四到六月的这个洗礼 你越来越知道怎么应付人了 这一点很可能也是一种收获哦 虽然他们很可能也会用口水来淹没你 可是我相信你的诚意会感动别人 那此外呢 幸运贵人跟桃花的金星则是在十一宫 这一点我就要大大的恭喜所有的狮子座了 你应该要好好地发挥这个金星的能量 比如说在社群上讨拍拍啦 或者是做广告会有很好的效益啦 这个能量是很值得运用的哦 所以如果你想转型成为网红 或者你想转型到政治圈啦 或者是跟群众跟社团 跟某一个圈子有更多的联系 走出你自己固有的小圈圈都很重要 有一点像是拜票啊 就每一个手你都握过 那些人就都成为你的贵人 这个金星十一宫也会带来桃花哦 它意味着你是非常有社群魅力的 首先它很有利于你成为网红 所以你会有很多的粉丝 那或者是呢 它代表你的桃花来自于三教九流哦 所以即便身份年龄差距很悬殊 但是不影响你们来电的可能性 简单讲就是五湖四海都有可能是你的桃花 那也代表有很多陌生人的善意 所以也许你在近距离的一些关系上受到挫折 但是远方的朋友却对你非常的友善 你也可以从社群上或者是 比如说APP上的网路上的交友 也都是一个不错的管道 来的人可能跟你生活方式啦 或者是领域啦都不一样 可是他们也会为你打开新的认知的大门 纵观狮子座的2020年上半压力还是很大的 因为很多事情要是比公轻 而且你又遇到了一些人给你的压力 不过呢我们也要知道 这是我们的压力也是我们的机会 只要你好好的通过2020上半的考验 我相信在工作上会开始有一些新的model 或新的模型出来 你也会有很好的帮手出现 以及在形象上或者是在你的事业上 会有新的突破 一起加油吧